嗨 各位豆粉們 你們好 不論你是紅豆綠豆大紅豆 我會治好你的青春豆 我是莊燕醫師 今天我們要來講關於油水不平衡 還有你到底應不應該補油來治療你的青春豆 你們的留言在下面我大部分都會看 如果我有時間我就會回一些 這個問題就一直不斷的come up 我聽美容師講說是因為油水不平衡啊 甚至很認真的網友會說 我聽說好像在我們的皮脂腺裡面 所釋放出來的油脂 是因為某一個成分的那個油特別少 所以我的美容師或是那個專櫃小姐 才會建議我來擦一種油 它就可以治療青春豆 我要來證明這個證明 證字好 證明這個油水不平衡的事情 然後第二點我要來告訴你 擦油在你的臉上 絕對會造成你的青春豆更加的惡化 那我來告訴你為什麼 我要先跟大家解釋 什麼叫做Sebum Production 在我們的皮脂腺裡面 它會製造出Sebum 就是青春豆所釋放出來的那個油啦 你釋放出來這個油油的東西 它叫Sebum 這個教育短片是For General的大眾 所以我就只講 你們大概可以聽得懂的東西 Sebum 它其實是三種大的composition 第一種叫做Triglyceride Triglyceride這個東西就是三酸甘油脂 三個脂肪酸加起來就變成三酸甘油脂 這些三酸甘油脂其實學問也非常大 意思就是說今天這個三酸甘油脂它可以是多少碳 裡面有沒有Double Bond 裡面有沒有分支 那在我們的皮脂裡面 這些分支的脂肪酸是皮脂的特徵 脂肪酸它其實是所有的Sebum裡面 佔了57點 我已經忘掉了 57點多趴 第二種油脂的成分叫做Wax Wax Ester 26%佔整個Sebum裡面 那第三個composition就叫做Squeline 就是叫做角砂C 它大概佔了12% 正常的油脂是 57% 26% 12% 這樣子加起來 變成我們的油脂 其實人是一個非常複雜的Biological Creature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某一個東西過高 或某一個東西過低有時候增加個1%2% 或是2%3% 其實這整個Balance 我們講的一個Homeostasis 好大的字喔 我不知道你怎麼翻牌 就是這整個Homeostasis它會被Overthrow 它就會開始造成疾病 青春痘裡面 教科書上面的確是寫說 青春痘的Sebum裡面 Essential Fatty Acid 是下降的 還有另外一個叫做Lionic Acid 一個叫亞油酸的東西 變成我們Wax的前虛物 這個也是大幅度的下降 所以行銷人員知道了這個Knowledge 他們可能就說 我們就來設計一個產品 它可以給這個客人塗了 它是不是就回到一個Homeostasis的狀態 然後就可以不要有青春痘了 好 這個是不可能的事情 WOW 因為沒有人那麼厲害 在所有的人體裡面 就是每一個東西都這麼一點點 這麼一點點 然後維持到一個非常平衡的State 然後它才不會造成疾病 一個櫃姐叫你擦Leonidic Acid 因為它這個不足嘛 所以它叫你擦Leonidic Acid 我們來找Leonidic Acid 第一篇就跳出來 10種油它裡面的Leonidic Acid最多 第一個它就跑出說Safflower Oil 它裡面有74%點62的Leonidic Acid 好 那Even if Primrose Oil它有73 Grapeseed Oil有69 Sunflower 65.7 就這樣下來 好 請問大家都是聰明人 你去擦了Sunflower Oil好了 就是我們在吃的那種葵花油 它有65% 我們剛剛講了嘛 在一個Sebum裡面 它其中是26%Leonidic Acid 可能造成的Wax Aster 你用一個Sunflower Oil 你給它這麼多 它是不是也是一個off balance 這些東西它可能都是需要fine tune 可能多那1% 2% 就會造成另外的問題 所以你今天怎麼可能說 去擦一個Sunflower Oil 然後我補充了Leonidic Acid 我就會讓我的青春豆降低呢 這個也是一樣 如果說今天有櫃姐跟你講說 喔是因為脂肪酸 Essential Fatty Acid 我們下降了 所以我這個裡面有16碳的 Branch的脂肪酸 是我們會造成青春豆裡面的 Sebum裡面最缺乏 所以我們就補充這個就好啦 不好意思 今天這個Sebum 可能裡面只有0.1% 是缺乏的 你再補充更多 你就會造成青春豆啊 而且最重要的是 這一罐裡面 跟你講的標榜裡面 它是給你補充的 它可能裡面的composition 它可能只有1% 可能只有2%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都是一些介質 一些其他的油脂 會製豆的油脂 所以你不管再怎麼擦 它只會讓你青春豆更惡化而已 神經吸安不能擦 對於神經吸安這件事情 我覺得也要很小心 我們今天縱使做出研究說 一型二型 五型 whatever 它下降 那我在這一罐產品裡面 就有足夠的型 就能100% replace 讓它回復到一個正常的狀態嗎 我覺得是很難的 但是我要跟你講說 神經吸安這個東西 超級無敵昂貴 今天大部分的神經吸安 可能只添加一點點 其他的都還是油脂 你不需要的油脂 我們診所裡面 還是會賣神經吸安的產品 因為有不同種的病人 他所需要不同種類的產品 所以看了這麼多的教育短片 其實你一定要知道說 你的皮膚是屬於什麼類型 而不是盲目的說 我今天我長了青春豆 我就去擦油 或是我就去擦神經吸安的產品 因為專櫃跟我講說 我的神經吸安就是缺乏 是 是缺乏 可是你真的補的回來嗎 你真的補的正確嗎 不知道 好 言下之意就是說 你沒有辦法靠一貫產品 去讓你在你的生物體上面的 一個那麼複雜 那麼精密的一個油脂成分裡面去補充 因為現在還沒有辦法做到這樣子 每一個人客製化的保養品 你缺乏的量 跟下一個會長青春豆的病人的量 一定都不一樣 所以我不能補油 對啊 你本來就不應該補油啊 你來看看 看我這些影片 關於講青春豆的治療 唯一可以治療油脂的 只有外用A酸跟口服A酸而已 其他的青春豆治療 都是例如像 Antibiotics 例如說像 肚焦花酸 BPO 這些都是降發炎的 他也可以治療痘痘啊 不見得一定要擦這些油脂 有時候沒有辦法造成好的事情 反而會造成壞的事情 所以拜託如果你今天你是當我的粉絲 千萬不要做這件傻事 還有我們再提到一個 油水不平衡 油水不平衡這件事情 其實它是一個 generalized term 但是我其實很不喜歡這個 term 你出油了 出油了 油就會蓋在整個皮膚上面 皮膚裡面的水分 它就不會散發掉了 其實你就已經夠飽水了 皮膚上面有這麼多的油脂 你不需要再補任何的油分 可是有一些病人他們就會說 可是我出油量很大 可是我還是就覺得很乾 好 那是因為你的角質乾 你的角質如果乾了 你皮膚上面的這些角質 它就會豎起來 然後豎起來 你就是會覺得 崩崩的不舒服 如果在你的皮膚很油的狀況下 你還沒有釋放這些油脂 你就擦一點油水分的一些精華液 可以讓上面的這些角質 能夠回黏回去 這樣就好了 拜託不要再擦油了 這些都是話術 OK 剛剛講那麼多 其實我要告訴大家 就是一點小訣竅 其實青春豆跟飲食 是有蠻大的關係的 這個是我為了要錄這一集 我去翻譯一些書 我也才知道這個姿勢 我們的皮脂 它會被製造出來的油脂 其實是從我們的食物得來的 例如說我們剛剛講的 Essential Fatty Acid比較少 Leonidic Acid比較少 那你可以靠吃的把它補回來 好 意思就是說你多吃一點 Omega 3或6的食物 就是一些魚啊 魚油啊 或者我們剛剛講的 不能塗在臉上 可是可以添加在我們食物裡面的 這些油脂 Safal Oil Sunflower Oil Grapeseed Oil 這些東西 Argon Oil 這些東西 我覺得都是很好的 而且它吃下去 它有全身性的Effect 而不是只有這樣臉變更漂亮而已 好 喜歡我錄這些教育短片的Like 或是Share我的YouTube Channel Bye Bye